暖化世代结束 全球废典时代来临 为了让民众更有危机意识 台中客博馆与市府及中央单位 一起推动气候行动特战 以沉浸式多媒体 互动游戏和4K剧场 让民众认识全球暖化 与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 一首静凌绿生活主题曲 带出暖化世代结束 全球废典时代来临 国立科学博物馆 攜手市府与中央单位 搭造气候行动特展 让民众认识全球暖化 与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 全球气候变迁在现在 在很多全球的地方 都造成了极大的灾情 包括野火 包括洪水 在台湾可能有些人还觉得 它是一个相对遥远的议题 所以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甚至是沉浸式体验 那么非常身利其境的了解 气候变迁可能对地球 以及对我们子孙所带来的一个威胁 那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所以环境永续 也是目前世界国际 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自然科学博物馆 这一次以交易部的自博的计划 那么也结合相关的中央 跟地方的相关的一个资源 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特展 鲸鱼在海里悠游 民众一进场随即被这四公尺高的 北极圈场景投影墙吸引 按下按钮 互动式讲解 特展规划了从序曲 再到认识 气候变迁 生态危机 共六大单元 运用数位沉浸式夺媒体 互动游戏等方式 传递气候变迁对环境影响 现场还有4K极端天气剧场 外观造型如太空船 周进去 仿佛以太空视角看地球 感受地表上 因为极端气候造成的灾害 这个展览非常的活泼 我相信小朋友一定有游戏 透过游戏 来知道什么叫气候变迁 那有数位 有雷射光雕 让大家可以有这种科技的概念 也许想不到那种情境 但是在这里 大家都可以深刻体验 做得很棒 然后他的每个动画 都会做得很仔细 让人家很容易就可以了解 以预造娱乐模式 带领民众认识暖化与气候变迁 带来的伤害 提醒大家对永续未来 需要更积极行动